名医杀恶奶 判11年 检方批太亲 核心医院血液肿瘤科前医师王林杰 被控在年前到中国杀害 踢腿的恶奶秦亚男 法官认定她有杀害情侣的不确定故意 审着她与被害家属和解 拓医杀人等罪 判她11年2个月 全案可上诉 她3年前偷走医院的罚罪剂 搭击到中国在一家饭店内 骗恶奶喝下 掺有麻醉剂的酒后 打完SM 完事后因质疑恶奶劈腿爆发口角 把她呼救 于是绑住她注射麻醉剂 又在口中塞入毛巾 等她知其死后 带走曾送她的转件民调反台 去年1月她落网招数 被摆过情杀动机 建制部自己有很多女友 她在恶奶身上的钱 只有数百万元 不可能有杀人动机 还说恶奶是玩SM打药物过量而死 但检方认为 恶奶的双手双脚均遭束缚 且有挣扎迹象 那令她有致恶奶于死的不确定故意 昨天一 杀人窃盗等罪 判她11年2个月徒刑 全案可上诉 检方昨天表示 判太清一定上诉 房林杰也透过律师回应 官司将继续打下去 她现任职的台中澄清医院 昨天则终止她的医疗业务 动新闻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